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都不知悔改 这个人名叫刘宇田 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的时候 刘宇田就去给日本人当了狗腿子 作为日本人在中国的向导 带领日本人侵略中国同胞 而在甲午战争结束后 刘宇田为了躲避清政府的追击 逃到日本 谋得了一份教书先生的工作 过着安逸的生活 本以为刘宇田会在日本养老 可是没想到 1902年 日本再次发动清华战争的时候 刘宇田又再次被聘为 日本在中国的高级顾问 又一次带领日军 走向了清华的道路 在刘宇田的带领下 不知又有多少的同胞 惨死在日本人的手里 在战争结束后 刘宇田通过卖国 获得的大量财富 自己开启了银行 做起了买卖 七七事变后 刘宇田还捐出大量的金钱 支持日本购买飞机武器 来攻打中国 或许此时 刘宇田认为 自己已经是日本人了吧 终究伟大的中华民族 是不可能被打倒的 日本战败后 刘宇田就成为了 重要的通缉目标 刘宇田四处逃窜 潜藏到了中国很多的地方 但是最终 还是难逃法律的制裁 1951年 81岁的刘宇田 被公安机关抓获 并被执行了枪决 这也算是被他 做出了应有的惩罚